葛慧杰深夜发文喊话汪峰 称希望再次联系不介意离婚 难道是主动求复合的节奏 当年的汪峰还只是一个玩音乐的年轻人 他并没有太大的能起 此时的葛慧杰已经是模特界的名人了 两人交往的时候 葛慧杰刚刚18岁 正是花季少女 作为一位知名模特 葛慧杰在业内很有名 他也拿到了诸多大奖 可以说两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确实是汪峰主动追求葛慧杰的 作为一位情斗初开的少女 葛慧杰对摇滚音乐人汪峰 当然毫无抵抗力 两人交往了大半年 葛慧杰发现自己怀孕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领了结婚证 葛慧杰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小苹果 此时的葛慧杰本身还是一个女孩 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经验照顾女儿 时间一久 两人难免会发生不愉快 每次回到家中 汪峰总会看到葛慧杰独自玩爽 留下女儿在一边哭泣 葛慧杰居然对他不管不问 随着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 葛慧杰和汪峰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大 结果没多久 两人就离婚了 恢复单身的汪峰 演唱事业走得越来越顺 他也成为了音乐界的知名歌手 由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以及《勇敢的心》等众多知名单曲 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 奥运之年 汪峰还曾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唱会 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 恰在这时 汪峰演唱的《春天礼》 汪峰的名气 他越来越受人欢迎了 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 汪峰还曾经演唱《我爱你中国》 更让他的名气站上了一个新高度 随着汪峰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还曾经参与过《中国好声音》 和《我是歌手》的录制 让大家感受到了他极深的音乐天赋 接受采访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占据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 也正是因为汪峰的名气非常大 所以他和张子怡的恋情刚刚曝光 就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强烈关注 对于网上的花边新闻 汪峰其实并没有给出太多的回应 直到2013年的时候 汪峰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他才回应了和张子怡的恋情 第二年七夕节 汪峰的演唱会开到了北京老巢 这一次汪峰和张子怡的恋情已经公开了 所以现场粉丝也高呼张子怡的名字 气氛达到了高潮 又过了半年后 汪峰终于向张子怡求婚了 为了给张子怡一个惊喜 汪峰策划了很久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 当汪峰深情款款地来到张子怡面前的时候 他立刻单膝跪地 并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戒指 此时的张子怡 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就这样 汪峰凭借浪漫的求婚仪式 迅速符合了张子怡的心 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后 张子怡也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 作为汪峰和前妻生下的女儿 小苹果同样跟随汪峰和张子怡生活 平时 张子怡带小苹果四如己出 并把她当成了亲生女儿对待 也让汪峰颇为感动 等到女儿四岁的时候 张子怡又为汪峰生下了一名男孩 一家五口的生活 别提多浪漫了 然而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四年时间 在去年的十月份 汪峰和张子怡官宣离婚了 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强烈好奇心 他们为何会离婚呢 针对网友的疑问 汪峰和张子怡均未给出正面的回应 可没想到 刚刚过了两月后 葛惠杰却突然喊话汪峰 汪峰 既然你已经有离婚了 请联系我 电话号我一直没变 后四位你肯定知道 你换了电话 我联系不到 麻烦你电话我 谢谢 看到葛惠杰的微博留言后 很多人也不免表达了内心的好奇 这难道是葛惠杰主动求复合 不过 葛惠杰的这条微博发布半小时后 就被他主动撤掉了 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 葛惠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样 无论结果如何 大家还是希望汪峰尽快给出回应 让这段感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